欢迎收听4月11号的台式新闻全球现场 我是陈嘉宜 新闻首先马上来关心意外现场 10号下午有一名男子开越野吉普车 到新北瑞芳草山战贝道 想要探访秘境 将车辆开进了禁止通行路段 结果刚到登山口 就因为山路蜿蜒不留神 连人带车摔下山谷 还一度受困车内 幸好男子无大碍自行脱困 但他违规闯入 警方要究责 调挂前先确认车内是否还有人 因为这台越野吉普车四轮朝天 180度翻覆卡在山谷间 为了登高一度这样的绝佳美景 一名23岁男子在时候下午 开着吉普车到瑞芳知名的草山战贝道 没想到才刚开到登山口 疑似是因为山路崎岖 加上不守路况 没有注意就不胜失控 摔下40公尺深的山谷 这边是不可能上去的 由于翻落地点平常很少会有人车经过 男子无法求助 好在他意识清楚身上只有轻微擦伤 忍痛从车内自行爬出 并报警请警销协助吊挂翻覆的吉普车 只不过这个产业道路入口处设有禁止汽车进入的告示牌 若民众要到山顶必须徒步行走两公里 这名男子违规偷开吉普车进入 警方也将调查追究 谢谢蔡志恒先别报道